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覺得應該不會吧 因為當他講自己 今年要退休那一個是最難的 所以當你要離開的時候你覺得事情就 只有運動誰都一樣就會有到這一天 那這一天就謝謝大家 這二十幾年對他的支持也鼓勵 他也希望看到大家是一個很快樂的人 然後很正面的人 當然一定會結束球員生涯 很多事情你還是可以去做 你還是在棒球裡面 但是轉換角色你不一定是球員 而是很多角色 那這個角色因為 他從這一年每一年 每一天都問他退休的時候 其實到最後他已經不太會有感覺 沒有大概我是就差不多就是這樣 其實對我來講 我很清楚就是事情就是這樣 總有一天會結束這一天 我相信他應該也想很久 也經過很多很多年的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當下應該是我覺得是還好 我不知道我就覺得他應該會還好 那一場比賽我應該會去吧 我只是一個旁觀者 一個好朋友 一個祝福這樣子而已 我覺得我也不需要特別做什麼 彼此知道就好了 陳其風退影推那天我也想去 可是我要比賽還是 可是我回去有看電視 你有感傷嗎 有啦或者當然會 我覺得 沒有啦 沒哭 他都沒哭我跟妳講 差不多吧 從 很年輕到就是這樣子的吧 只要有些人會有這麼好笑嗎 就這樣 那你可以不用笑 我覺得很好笑就好了 他從來沒有張開眼睛看過我 眼睛可以真大一點 認真看著你 就很好笑 因為我們不會常在一起 也是彼此知道很多很了解 當然在一起就會 當然多聊一些事情 覺得這幾年他也轉變蠻多的 因為對很多東西 就看得比較清楚也比較穩重 很多事情不是強求 就順其自然 然後去做順其的事情 去面對很多的結果 很多的面對的事情 我覺得 球場是球場 試一下試一下 我分得 我們 會分得比較清楚 因為球場上 你是一個職業拳人 你要找職業拳的態度 跟精神 去做 因為你很多後備在看 很多知識你的觀眾在看 那你 一定要把它做好這一切 可是當你離開這個舞台 離開這個球場 那你就要回歸到你自己 因為我們也是普通人 正常人 我們也是開玩笑要幹嘛都會 可是在球場上就是變成 而且人家說比較拘謹 比較困難 但是一種 你有一些責任在 對 但每個人的方式不一樣 對 當然球場上的努力 就是你一直在做這些事情 讓人家覺得說 你的態度 你的精神 不管你怎麼樣 不管你打得好不好 那 從你開始到你結束都維持一樣的 這是讓你最敬佩一個地方 所以說我想 那那麼多球女支持他 也是看 他不管場上的努力表現 他當然有表現好的時候 有表現不好的時候 一樣是持續在這個球場 我覺得 時間久對於 人 看人是一種 美感自在於你 持續都一樣 然後很努力 然後 認真的態度去付出 我覺得這種東西 一種 很美的感覺 所以說 當然 大家會給他 大家會給他這個十五年 我覺得是OK 正常的 因為 他回饋給大家的 就是 他的精神 年紀大了吧 眼睛比較小 我是說 他就是 他努力的地方 就是維持這麼久 就是 不簡單讓 就是 人看的就是一種 堅持 很多人就看到一種 很美的東西 對 看他哭 你也會 有點想哭這樣嗎 不會 因為沒什麼 幹嘛 他哭是他 我幹嘛要哭 沒什麼 我猜他不會哭 所以他送你的高爾夫手劑 你用的次數多嗎 就是因為他送了 我都打不太很好 好